明明是呢 这个科技公司的员工呢 就把老板办公室 用洗漆的红纸全部包起来 电脑计算机椅子 结果老板出差回到办公室就知道 是什么意思了 你做什么啊 喂 带 这是什么 哎呦喂啊 看到自己的办公室变成这副模样 科技公司董事长惊讶到 欲无伦次 这什么事 啊 雅虎啊 站在自己办公桌前 看来看去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呦喂 新年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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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几八台了吧 原来是过年要到了员工二稿 讨红包 耀年周 把办公室桌椅 电脑键盘 滑鼠和荧幕 全都黏上 安基基超喜气的红纸 董事长宝座还写上 有贼 有保质 月经在常考的状态下能够带全公司的去北海道 员工讨红包往年年中平均两个月 现在要老板加码到五个月 还有北海道员工旅游 2015年我们再拼一年 绝对到明年的时候 120人 全公司的偷偷去北海道 没想到员工的终极怪招 老板乐得掏出钱来 动动脑让老板开心 员工也能过个好年 记者综合报道